大家好,我是瘦虹 买的农村小院现在又遇到大问题了 看一下 一下雨就积水 而且这个水它是积的 特别的深 最近我家这边就下暴雨了 我整个小院现在全都是水 后面还准备在我小院种花种草 这种情况根本不行 稍微种点花种点草直接就淹死了 而且更重要的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的整个小院是最傲的 四面都是比较高的 就是水都会往这个去积 没有根本没办法排出去 离我小院最近的河的话 也是有好几百米远 跟没有办法往河里面排 这是我前两天捡的流浪小猫 连现在都长那么大了 并不大人可爱 那边还有好几只 现在只有那么窄的距离 才能走到屋里面 在小院里面养个小狗小猫的 都没地方落脚了 在我房子这个位置还算是比较高一点的 然后外面的专家地呢也是比较高一点的 就是比我小院的还高 我这小院水想往外面专家地排就排不过去 说这边像一个凹的像一个盆地一样 现在有什么方法去解决呢 首先想到的就是垫土 给小院里面凹的地方都有垫土 但是整个小院的面积有一亩地多 还要垫土的话还要垫很厚 感觉有点吃不消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在这边挖一个大坑 把小院的水都去引到坑里面 但是这样的话 可能一下大暴雨 再大一点的坑也能很快就去填满 暂时就是说只能找个水泵 先把小院的水往外抽一抽了 然后后面再下暴雨的话 再去想办法应对 但是只能这样了 小猫平常都是住在屋里的 因为现在都去擦水 一般不是说猫比较怕水 正在喝水 一只一桶的小猫 这边 所以好几只都跟过来了 大头铁条 傻狗铁条是最开心的了 在水里面乱跑 看一下在这树中间有多深啊 也是很深 人家都一个脚腕的位置了 看他俩一块出去玩了 猪头铁条回来 快点快点 快点走 猪头小院里的小猫都跑出来了 都在这里面好几只走铁条回家 铁条回家 大家听到这什么声音吗 卖狗的 在我们农村到处跑的要收狗的 很多朋友说自从养了铁条和几只小猫之后 我对猪头的关照就少了 其实并不是的 你看猪头 走 每一次一站起来看 猪头就想上车 但铁条完全没有上车的想法 就是 每次 因为现在小院在那改道中还没有改好 所以我要回去去住 住的话 每次都会带猪头去住 猪头还都是在我的卧室 然后每次都带着带过去带过来 一直带着猪头 铁条的话 其实就在小院去看护 参加护院和几只小猫一起住在小院 其实最听话的小狗还是猪头啊 毕竟铁条太小了 来铁条 铁条 过来铁条 过来过来 还是有点呆 来坐下 坐下 铁条好 坐坐 坐坐 铁条还是没有太多的去训练他 别动 铸头和我自驾有那么长时间有 有特别的听话 铸头像这些 口号的话我都也都没有教过他 从来没教过他 都是 说多了之后他就照着去做了 特别的乖铸头 坐 一个玉米地 里面长满了小猫 这玉米地里的 圈圈圈 一些小蚂蚱都没有了 哎呀 这只铁锹是个小母狗 铸头是小公狗 算是给铸头找了个媳妇 从小开始养 你看他俩 真的 他们的关系现在处得特别好 每天就是一起玩 等了两天的时间 两天啊 小院的水才全部干下去 然后 稍微一过车 还是特别黏的 都是车折印 上个视频在这边种了很多花的种子 下来一场大雨 然后等了大雨 停了两天之后 居然有些都开始发芽了 真的是惊喜 有些是发芽了 虽然还看不出来很多花 收到大家最多的建议就是 这么多的多肉了 我在网上就学习了很多多肉的养殖 发现我这种种植方法根本就不太好长 首先这个土它都没有透气性 对多肉的话可能不这么友好 也是不断 学习的一个过程中嘛 后面还要把这些都给重新移栽一下 储菊 小储菊 现在发芽了 这片长的全都是小储菊的芽子 特别好 波斯菊 这个波斯菊都长那么高了 这个发芽的姿态有点夸张啊 在这个培育花的网格上面 我给加了一层这个铁丝 铁条 把它烙在上面这样的话 防止它去压它 之前捡的这只流浪小猫 就开始来糟蹋我的 小花了 这个网格是不防猫的 它直接就能跳进来 不过可以防小狗 小狗的话不会进来 看 也特别可爱 这是小猫眼神有点小姨木 它是很轻松的就能爬进来的 你看 那么小 还有一种植物给了我一个惊喜 给大家看一下 已经发芽好多了 这个 看起来像一个豆芽一样 这一颗 这边还有好几颗 这一颗 弄了一颗 装到了花盆里 不要看那么大的盆 才那么小个种子 这是 葫芦种子 就是亚牙葫芦 两个的那种葫芦种子 可以长到很大的 结很多 这边数了一下 旁边 发芽了十几颗 到时候可以想一下 十几颗 这上面到时候挂的全都是葫芦了 昨天来这边看的话还没有发芽 今天直接就发了小芽了 这也是爬藤类的植物 还是都放在网格里面 怕铁桥给吃了 看这里发芽一个什么东西 我一看就知道 虽然在外面 这是桃红 就是可以染手指甲的那种花 桃红花 应该是大雨冲出来的 这边这个发芽比较长是比较好啊 白日葵 应该就是向日葵吧 凤仙花 也是开始发芽了 慢慢的遇到发芽的都会给它移再到其他地方 三只小猫在睡觉 看这小猫在干啥 在吃奶 这只一桶的小猫也是小的呀 也是幼猫 但这个小猫怎么那么混蛋呢 都是小猫 不过这只新捡来的这只更小 遇到小猫 amarri 花 transition 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